Malächite 圣经 中文字幕 前带 中文字幕 过分 中文字幕 前带 中文字幕 前带 麦克比上色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必须要 有很明确的理解 就是 但是我们通常都是以 墙类的点景的色彩来作为上色的第一优先 上色的时候 我们这些点景 先把这个主题先把它整个架构好 架构好以后 我们再来就是把一些灯光跟其他的光源 把它先制作出来 其实最主要就是要让我们有一个上色的一个方向性 因为我们知道光从哪里来 我们才可以看到物体 那我们看到这些物体 它才会有所谓的受光的面 跟背光的面 所以我们不管是今天是人造的光源 或是户外的这个天然的光源 我们都是必须先把它假设出来的 它必须有一定的光源的方向性 那当我们把这些光源的方向性 整个都把它弄好以后 我们就来针对其他的颜色 来做一个整个的配置 其实画尤其是在上财最怕的就是它没有一个主题 没有一个主题 那像我们把这个主题做完了 然后点紧也画完了 那我们这些都好了以后呢 我们就把再来就准备把一些这个阴暗面 把它先做起来 那当然在做这个阴暗面的时候 也是先以这个我们讲的强调色彩 就是点紧的部分先做 上色最忌讳就是说没有彰法 然后一下子上这边一下子上那边 那这样的话 所以在我们拿起一支笔来 可能就不知所测 所以我们首先我们要知道 实际上我们在上色的时候 我们的一个规则是在哪里 我们把点紧 把点紧这个大致上画好了以后呢 我们再来我们就是来计划整个室内 的这个其他的色彩 然后对其他色彩的材质 或是这个一些要注意的东西 我们就先把它处理一下 那当然在做这个之前 我们就把点紧要先做一个 比较细部上的处理 那这些点紧西部上处理好以后呢 我们才来开始把背景 我们所谓的背景色彩把它画出来 那点紧好了以后呢 背景我们先就来讲那种背景色彩 背景色彩所谓的背景色彩 就是我们的后面的造型 后面的造型 那后面的造型我们在绘制的时候 当然除了像我刚刚所讲到的光线的应用 色彩的应用 然后重点就是一个材质上的应用 材质上的应用 这是一间和式 所以它的这些背景 这必须要来用木纹的色系来表达这种和式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当我们今天在做完这些点紧之后 我们要去了解的 就是先把这个背景再把它先画好 那当然在画背景之前 就像我刚刚所讲的 先把这个整个的点紧 点紧的这个物体都先把它画好 点紧的这个枝干 或是这个点紧的这个瓶子本身 都先把它描绘好 我们画图尽量就是一个物件一个物件 把它画好以后 然后抓一个统一的方向 讲一个光向性 这样的话才有办法把这个整个空间 把它绘制的这个比较完整一点 我们常常在跟同学讲 我们在画室内设计 实际上它是在画一个空间 所以画这个空间 它不是只就一个单体来做绘制 它是要必须把它融合到一个同一个三度空间里面 所以我们要做这种融合的三度空间的时候 就会有所谓的光影的方向性 还有环境的渲染 这些都是在弄在同一个 同一个这个空间里面 它必须要具备的 必须要具备的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先把这个画品的这个 大致上的一个盆森把它画出来 先把它画好 说明了 上面 acred 它有所谓的 刷句 不 是 刷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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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句